也就半个小时,李翘和商语离开文化园,这片土地充公了吗?目前地皮贵明家所有,李翘偏头看着少言寡语的商语。 你和明家还有来往吗? 没有。 文化园的事,你什么时候调查的? 来帕马之前,穆家当年被灭门的卷宗,一会儿可以仔细看看,或许会有发现。 好,一个小时后,李翘坐在帕马警书总局的档案室,翻看着手里的陈年卷宗,首次感到了一阵无力。 灭门的卷宗,单薄得不到十页,除了几张血淋淋的事发现场的照片,其余都是人工手写的笔录。 最后的调查结果,至今悬而未决,这成了一桩无头公案,而且已经过了追溯期的时效,除非找到犯案人员的犯罪证据, 否则很难再重启调查。 李翘和尚卷宗,不露声色地看着对面的警署人员。 所有的案发细节都在这里吗? 是的,这案子年头太长,而且当年负责案件的刑侦队已经调走了,再多的细节我们也不知道。 走吧。 男人勾着他肩膀搂在怀里,堆落于使了个眼色,便带着李翘率先走出了档案室。 沐家全族近百人一夜惨死,连试检结果都没有,是不是太蹊跷了? 想调查真相,不如从沐家当年的世交家族开始。 你觉得有查下去的必要吗? 事到如今,他十有八九就是沐家人,而知道真相者,寥寥无几。 至于沐纵海当目前还不肯说出真相,无非在等他的选择。 如果选择承认身份,一切才会顺理成章。 如果他坚持自己是李翘,那么帕马沐家将和他毫无干系。 随你,想查就查,不想查,就放过自己。 伤疤的意思呢? 不重要。 让我想想,伤与应伤,谁都没有在继续这个话题,或许是彼此足够了解。 所以在李翘不知道的情况下,暗堂的各方势力,依旧在紧密调查这二十几年前那场血雨腥风。 这边不等李翘做出决定,当天下午,他却接到了一通来自法里昂的电话。